输出数据 各位同学在完成这个反应时间的程式之后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数据 好,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在执行程式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时间列表呢 里面呢就会有项目的这个数值 那现在呢我们就必须思考 我们怎么样来利用这一个数值 来做一些后续的一个处理跟分析 好,那各位同学呢 当我们这个滑鼠点击到这个时间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按下我们的这个右键 好,那其中呢就有一个汇出的一个动作 那请各位同学点选这个汇出 好,那点选汇出之后呢 它就会叫出我们的这个档案管理 那这时候呢,请各位同学呢 呃,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TXT 也就是文字档的部分 请各位同学点选储存 好,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呃,刚刚列表里面的资料呢 把它呢,截取出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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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